9月24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际戏剧中心 人艺小剧场开幕之作 余树下的欲望精彩亮相 经典作品十几年后再现舞台 又逢新剧场新演员新观众 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导演人民写众多主创 为我们分享老剧心态的创作故事 这次排演 我们跟07年是不太一样的 首先跨了这十多年 从导演角度 我跟从小时候 在理解上就跟实际 就跟07年不一样 也可以说有更深的理解跟表 对这种经验的作者 有更深的 再有一个是从艺术形式上 到艺术处理上 我们都有新的追求 如果看过原来那版 要如果再看这版 发现很多的不一样 从主题的解释 到人物的解释 到整个舞台形式的处理 到舞台调的舞 舞台节奏 人物的内心世界 都有很多新的东西 去创建 也可以说我们也是在总结 那版的经验的基础上 在去创作 更何况我这次的演员 全部是全新这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很不一样的 很有现在今天特点的 余树下的欲望 他这个戏呢 是一个讲的人性的故事 而人性的故事往往是永恒的 而且他想的这个欲望 表达了人性中的欲望 人的欲望 而且我觉得欲望 在今天来说 是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 你比方说我对金钱的欲望 我对什么权力的欲望 我对物质的欲望 我在精神上的占有这种 所以他这个在表达欲望的时候 他是非常强烈的 而且他是超出底线的 所以我觉得奥尼尔是一个非常深刻的 很有思想的一个剧作家 他在揭示人性这一点 他的深度跟强度 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我为什么说拍这种戏的时候 他会让你心灵产生震撼 同时也拷问灵魂 拷问心灵 还有一个呢 就这次演出呢 我们邀请了钟英勒先生 来来加盟 我们很高兴 很高兴能请到郑英勒 郑英勒也很高兴能练艺 郑英勒也很高兴能练艺 因为这也表示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个开放的一种姿态 一种态度 然后今年我后来就说 这也是仁义一贯的 今年我们排香山之列 我们就邀请了方絮老师 演蒋介石 而且今年我们在那边小区场 在演出的时候 演老师喜剧 我们又邀请了李游斌老师 李游斌老师 而且过去我们也要求过很多的 比如说陈昊啊 陈道明啊 王进松啊 等等等等 优秀的演员来人意演出 来加盟 我们非常欢迎有优秀的演员来 优秀的艺术家 来人意跟我们共同演出 这也就是表示人意不单单 是北京的 也是国际的 而且更多的是开放的 无论是他的剧目 还是他演剧目的人 我们都是开放的 是多元的 这一代的演员也是非常入宫的 就是他们也是非常投入的 他们也是在用生命去演戏 任何时期都有自己的特点 而且这些演员 我觉得他们很有天才 因为他们首先在泰克创造的那种 非常的投入 他们所下的功夫 真是让我吃惊 每次排练 你包括游民家 他都是情感特别投入 完了我每回都劝 我说不用这么投入 我说这么投入会伤身体的 就是说因为他每次他在 我一看他的眼睛里 他的内心在表达 他跟郑明龙都非常的投入 我觉得这好像太动感情了吧 太投入了吧 我都让他们收着来 但是他们还按着他们的习惯 他说没事 我可以 但是这就让我第一个很感动 第二个就是那种 就是好像每一次排练都跟决赛似的 我给演员提了一分 我觉得他们做的不是一分大大 像游民家跟郑明龙 他们甚至做到两分到三分 超出我的想象 我再去排的时候 我跟他们提过要求了以后 他们再去做的时候 我都觉得吃惊 是吧 我没想到他能把这个东西理解到这个程度 包括他的节奏 他的眼神 他的心理状态 所以我后来我说 我说这个戏可能在表演是上路封顶的 是有无限空间的 我相信在这个戏到公演的时候 观众会从这些演员身上 看着他们的闪光 看着他们的才华 看着他们甚至是他们的个人魅力 能够喜欢这些人 能够从心里头去欣赏这些人 比如我们这个戏 我们也曾经探讨过 我们演完要告诉观众什么 是告诉观众一行事案件 或者告诉观众一个 我们为了爱飞恶扑火是对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带给观众的 应该是告诉别人 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 是多么的可怕 就我不能去批判爱飞的对错 但是我创作这个角色 就是我此时演她 我就要理解她的所有的行为 把她演到 首先我认为合理了 然后你才能觉得合理 然后女性观众才能共青 一本是一个脆弱的人 另一方面她表现出来的暴躁 其实都是源自于 那些一些缺失 对爱的缺失 包括她的附近的关系 就是要从这个角色的原生家庭 她的成长精力开始去做事 那那些情感爆发的戏 其实都在后面 后三场唏嘘都要需要很大的情感铺垫和准备 有一个有意思的一点 任命运长就跟团里的人说 我真的害怕郑龍那天 一生气在太阳正把一名家掐死 那种爆发力 这个其实都源自于排练的次数和数列度 然后就是人之间一丝的心 对于这种方法性的表演 就是让这个戏变得更加好 你说对他孩子眼确实是很厉害 因为他就是要求自己很厉害 他要求自己怎么样 去让孩子眼做到 其实他就是为了这个庄园 他为了生成自己的梦想 就是为了自己的预望 他有点像一个国王 我打下的江传 我要传给我的王子 我的王子才能继承我的国家 他还是有一种传统封建思想的 他就会得有点像我们的希腊戏剧一样 就是那种悲剧的素材